熊妈叫说熊孩子霸占电梯拉我电闸 我让他们天天爬楼梯并索赔二十万 今天我下班回家就看见电梯门口挤了一堆人 就问边上的大妈 阿姨 这是这么料 眼前这位大妈黑着脸显得很不高兴 还能怎么了 这电梯又停在二十五楼了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 电梯被二十五楼的熊孩子用凳子挡住下步来 搞得不明就里的 所有人上下只能使用一部电梯 非常单个事情 而这次 直接两部电梯都停在了二十五楼 纹丝不动 别人要想上下楼 只能走楼梯 特别是这些大爷大妈 要让他们爬二十多层 那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我本身就腿脚不好 我家还住在二十七楼 这让我怎么回去 我家是二十三楼 也不低啊 我离觉半年前才做过受试呢 医生还斩门脚带过 不能太过用力 一群人挤在电梯门口互相抱怨 大吐苦水 我拿起手机给物业打了电话 没几分钟后物业的人就来了 他们看了看两部电梯后也皱起了眉 各位业主 这很可能又是跟之前一样 是2502那家的熊孩子干的 问题是现在两部电梯都停了 我们也没法上去 现在要上楼解决问题 就只能爬楼梯到二十五楼 那可是二十五楼 很显然这几位物业的人也不愿意受这份泪 其他人听了这话非常不满 这本来就是该你们物业负责的事情 什么叫没法上去 物业费你们可没少收 要是你们连业主的出行都保证不了 那让你们物业何用 物业连忙掏出了手机 找到2502家的联系电话多打了过去 喂 是2502吗 我是物业 你们楼的电梯又停在二十五楼了 是不是又是你们家孩子干的 什么 没有 那你们能不能帮个忙 物业话没有说完 对方电话就挂了 最终物业只能推选出一个最年轻的物业员从楼梯爬上去 这位工作人员愁眉苦脸的进入楼梯间 十多分钟后 电梯终于动了 这也证明了电梯确实没坏 还是二十五楼那熊孩子的问题 电梯里 物业的工作人员跟我大吐苦水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以前都是挡住一部电梯 我们也对2502的人进行过各种批评教育 但他们就是不改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没收支 我也先看看 军学真理熊孩子是什么样 于是一群人跟着物业来到了二十五楼 电梯跟前放着两个塑料小凳子 应该就是挡住了电梯门的元凶 看到这不少人已经忍不住骂了起来 物业敲响了门 敲敲敲 敲什么敲 屋里传来了火气很大的喊声 紧跟着门被打开 一个中年妇女出现在了门口 身后跟着一个熊孩子 朝着一众人几座鬼脸 什么事你们这么多人堵在我家门口 光天化日是想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你们家孩子刚刚又用凳子把电梯给挡住了 关于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提醒过你们很多次了 熊妈双手插腰 像个无赖一样的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被堵了好几次的人们早就憋着一股气 看到这家人居然是这种态度 直接开骂 你们还要不要脸 凭什么把电梯堵在二十五楼 这种熊孩子一看就没有教养 上梁不正下梁歪 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没想到熊妈直接耍起了无赖 你们凭什么说 电梯门是我儿子堵的 你们有证据吗 要说证据 物业也确实没有 毕竟摄像头也装不到走道里 熊妈头扭到了一边 我们家孩子很乖的 怎么可能会做堵电梯门这种事情 没有证据 你们凭什么无限我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要是敢轻举妄动 我就报警抓你们 这是不仅耍无赖 还特么直接倒打一耙 所有人都被气得够呛 我看了熊孩子一眼 顿时想到一条妙计 从兜里拿出十块钱 对熊孩子说道 小朋友 羡不羡慕要追十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